现在人生活忙碌 遇到的问题烦恼多 来自台湾的医师带来的庙方 要帮大家转心念 日子能够过得更自在 今天我们也会讲 怎么去对峙烦恼 佛陀是这一方面的高手 他知道人的烦恼 其实他也讲得很清楚 来自五大苦贪嗔痴慢疑 为其所谓的 在慈激喜盛中心 许瑞云医师以问与答的方式 帮大家找方法面对 一切违心招 都是我们心 内心那种烦恼心的反映出来 我们的心有不圆满的 所以就会看到 外面那些不圆满的情况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问题 那在往内看回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 我们以为我们做对的事情 但其实很多都是做错的 在金丝堂分享临床个案 也带动大家做能量运动 他是用这个医学 还有这个临床来讲 我会很容易了解 还有大家处理我们的情绪 学习要对任何问题的发生 都觉得是自己的 自己要负责任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两场人文论坛 共有超过千人来参加 希望大家能够用对的方法 找到幸福的道路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